我砍 我皮 我要将所有的愤怒 发泄到这假人身上 昨天被巨型树人攻击 让我全军覆没 损失惨重 这个仇我必须要报 否则有它守着森林 我永远都不能采集到木头 昨天的盲目冲动和自信 让我现在变成了光杆司令 作为一名成熟的探险家 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接下来我打算骑着施救 重新飞往森林 仔细研究一下巨型树人 它就在下面 目测身高足足有几十米 是我目前见过最大的生物了 全身上下被粗糙的树皮包裹 坚硬无比 看来这巨型树人 最起码修炼了上千年了 两个小眼睛和一张歪嘴 让我越看越生气 必须想办法打败它 可我现在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 单打独斗也不是办法 必须要驯服几只潜有力的生物 才能对抗 现在我还有一只霸王龙 和一只鲨鱼怪 那是我最后的假的 千万不能轻易用上 正当我苦恼之时 突然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 哇 这是一只会走路的小树苗 看着和巨型树人长相似 难不成这是它的孩子 居然独自一树来到河边 我突然有了计划 这个小树人是可以被驯服的 它们属于植物 只要 只要是一些奥利贼就可以了 正好我身上还有一些独角兽拉的奥利贼 直接喂给它 不一会就能驯服了 非常棒 小树人已经认我为主人了 它目前属于幼年状态 血量就已经一万多了 长大之后肯定更加厉害 为了确保这次复仇成功 我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马不停蹄地出发寻找下一个生物 我在海边游历了很久 突然发现两只生物在打架 其中一只居然还会喷火 这突然让我想到 自然界中相生相克的关系 巨型树人浑身都是木头 虽然坚硬 但是无法抵御火焰的高温 想到这里我迫不及待的就要去驯服它 直接用麻醉枪打晕 被一些肉就可以驯服了 我给它取名叫小喷火龙 它在攻击时可以射出火焰 伤害非常高 而且从高空跳跃时 可以滑翔一段距离 这可是一个赶路的好手 我非常满意 回到家后 我发现舒宝宝已经长大了 我骑在他身上走来走去 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现在都有了强力的肉沦和攻击力气 是时候前去复仇了 我指挥舒宝宝 前去吸引巨型树人的仇份 这儿子打老子的场面还是第一次见到 小伙伴们可不要跟我学哦 我骑着风火龙在旁边观战 寻找合适的位置和时机 直接噴射出火球 巨型树人开始大量掉血 这次我要让你知道 惹怒我是什么后果 虽然场面极度混乱 但是我已经占据了上头 只需要不断地攻击 巨型树人迟早就给我拿下 但是接下来的剧情 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巨型树人虽然血量极高 但是攻击速度特别慢 全程打斗的场面 就像是慢动作电影 他俩左一拳右一拳 我的小喷火龙仿佛就是个为外人 在现场观战的我 只能摆一摆POSE 爪爪酷 刚才我是睡着了吗 我去都睡一觉了 他俩怎么还没有分出圣土 野外探险这么多年 如此佛性的复仇 还真是第一次遇见 既然这么无聊 要不然我就给大家唱两句 他终于被打倒了 恍然大物忽然倒地 标志着这次复仇的成功 击败这个巨型树人的难度 丝毫不亚于我去挑战方招 觉得辉哥6的小伙伴们 可以点得烂眼 如此庞大的巨型树人 想必身上掉落的木头也会非常多 拉起骨头直接采集 然后我发现 这树人的身体居然会掉落出肉来 好家伙 吃想长大的树会铲肉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伤机 今天的收获非常大 我不仅大愁得棒 还驯服了树宝宝和小喷火龙 我让树宝宝替我守护森林 自己又多了一份领力 只可惜再大的地盘 也无人能跟我分享 玉儿啊玉儿 我真的好想你 希望你快点出现吧 最晨光大破烂焰 对 是